我們知道甲午戰爭的慘敗有兩大原因 一個是武器不如人 另一個是高層爛到骨頭裡 今天我們就要具體化說說 那時候的北洋水寺高層到底有多爛 先說重點就是三大象 第一不懂英文 第二不懂海軍 第三不能服眾 清朝負責北洋水寺的大老闆李鴻章出身入軍 這無可厚非 1850前後 豐凡時代的木殼船隻走入歷史 取而代之的鐵殼動力船 其中最強大的國家就是老牌海軍強國英國 而一些新興海軍國家 像是德國、日本 根本沒有海軍人才 所以一開始都是以陸軍出身的將領來領導海軍 像是日本的華山之際 西鄉重道都是 但就錯就錯在李鴻章清廉的北洋水寺帝都 丁汝昌不知上進 丁汝昌的專長是祭兵 請他來搞海軍本來就怪怪的 且他搞了十多年的海軍 始終是個門外漢 當時海軍最強的國家是英國 所以領導階級如果英文不好 就很難直接獲取薪資 也很難和外國海軍的領導階級交流 丁汝昌接任水寺提督時已經52歲 你要他出國留學很像也說不過去 但他多次出國 工作上有很多和洋人交流的機會 不過四季年過去了 終究還是不懂英文 而他的對手 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一東又亨 一樣沒流過學 卻說一口流利英文 和一些歐美海軍將領都有私交 反觀丁汝昌和那群流英的北洋將領 沒有和外國將領有私交的紀錄 與外國軍官的交流 可說重要的情報來源之一 英文對於海軍來說非常重要 過不了英文這關 你就無法真正進入海軍的殿堂 不過英文的提督就是 能混就混,能撈就撈 而不懂海軍就從長期事件來看好了 1886年北洋艦隊去俄國海深微訪問 回國後李鴻章想順便跟小日本秀一下肌肉 說我們大清水師好棒棒 明義是親善訪問還順便修理一下船隻 而後面衍生了日清兩國大亂鬥的長期事件 我們之前說過了 但仔細看這件事情 就可以看出北洋水師搞成有多蠢 當時日本早已經有侵略中國人的野心 1874年就私處五名侵略過台灣 也就是牡丹色事件 中國建置北洋水師也是以日本當作假想敵 結果北洋水師哪不去去假想敵那修船 不就把所有船的情報送給對方 又不是說停在港邊給民眾拍拍照參觀 而是把船開進敵人的船屋 給專業人員研究透徹 重點還要付維修費等於自費給人摸底 而為什麼會到日本修船 其中一個原因是 中國沒有足夠大的船屋 因為當時呂順軍港還在蓋 這非常好笑 船都買好了 發現沒有地方可以修 好笑買了潤滑椅保險套 發現沒有女朋友 英國在1887年 就在香港蓋了可以容納萬噸船艦的船屋 但直到1894年 才有萬噸的遠東艦隊駐近 對比英國這種老牌海軍強過可能太殘忍了 但看看隔壁的日本 就會知道北洋水師的高層 用獵物果到何種程度 當時日本海軍最大的船艦只有3000噸 還不及北洋水師的陣員 7000噸的一半 但卻可以維修陣員這種巨艦 日本一直到甲午戰爭之後 才有超過7000噸的船隻 差距更大的是 長期還不是日本最大的船屋 本須熱才是最大的 由此可知 兩國後勤差距有多大 偏偏現在的教科術很愛吹噓 甲午戰爭前的中國海軍 亞洲第一世界第八 但異國的戰力不能只看表面 評比管理階層與後勤實力 就會覺得亞洲第一肯定是摻了水 除了自費給人探軍前的存外 根據當時的報紙記載 忽然在長期是肆虐了一段時間 忽然在當時可是很嚴重的傳染病 北洋水師很有可能把忽然帶回中國 光這個理由 就不該把艦隊送去長期訪問 現在我們出國前都在查一下 當地的旅遊狀況 一個上千人的艦隊造訪 竟然沒有先打探一下消息 也是有點誇張了 前面說了 不懂英文也不懂海軍 卻空降到北洋水師 自然會引起底下那群 福建幫流英的海軍將領不滿 以流不慘 寧太真為首的軍官 普遍不服丁如昌 懷疑他的專業能力 自然造成這種降帥不合的打忌 至於誰可以取代丁如昌 擔當北洋水師提督 這種人才在清朝不多 但還是有更適合的 鑄德公使徐錦成與洋務大臣馬建宗 就是很棒的人選 他們均熟悉外文 且流星世界海軍發展 簡單來說就是懂英文加懂海軍 甚至你找留學英國的劉不慘 寧太真都比較好 至少他們會英文也懂海軍 但劉不慘寧太真這類的福建幫學生 不屬於李鴻章的懷軍系統 李鴻章難以控制他們 就是血統不存啦 對於李鴻章來說 提督人選最重要的是聽不聽話 而不是專業程度強不強 北洋水師提督這種位高權重 油水也非常多的職位 當然是選擇同派系同鄉的自己人 綜合來看 丁如昌各方面能力頻頻 不懂英文不懂海軍不能輔重 但他有個巨大優勢 就是聽話 跟現在的職場不是很像嗎 抱對大腿就算是廢物也能平步青雲 沒抱大腿就算你專業能力再強 也無處發揮 如果清末請一個真正專業的水師提督來 或許北洋水師也不會敗得那麼慘 本期香港樹木近海成江中國近代海軍實行權 作者是香港人也有大學博士 下一期會講甲午戰爭其實是有機會打贏的 清朝本來一手好牌 最後卻輸到脫褲子 但很多香港的粉絲跟我說 希望能聊聊香港的歷史 所以下一期有可能會從南京條約聊1997年回歸 我影片最好有一段VLOG 喜歡的人可以繼續看 忙碌的人就可以看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去 這位是 穆涵 穆涵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關於學歷的問題 因為我們前面有說過嘛 綿大喜歡 沒有不是 綿大喜歡的女生三個類型 第一個是 什麼 臉 第二個 身材 第三個 學歷高 沒錯就是學歷高 欸我真的很符合 欸你符合是不是 沒有 你符合第三項 沒有啦沒有 太傷人了 沒有啦 1 2 3到中 1 2 好 我們 高中 五零高中 五零高中 五零高中的有聽過嗎 有 桃園第一學府 章話第一高學府 沒有 桃園第一學府 欸 你剛剛考上五零的時候 有沒有很開心 有沒有很開心 有沒有很開心的是 因為你會很賺 興高采 你是賽道還是 剛好 那你是實力 實力喔 高中三點有沒有認真主持 最後一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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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學好上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有沒有 什麼系 這什麼人類學系 就還好 還好 我說還好 我沒有批評 沒有沒有 我說還好 我說還好 我說還好而已 沒有說還是比我好 多好 什麼系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學系 我跟你講 只要有商的啊 那就是分數的地方 只要這麼文的分數就 還可以 好不好 我沒有意思 沒有還好 管理講話 真的還好小 商學 管理學 台大沒有商學 沒有管理學 還被糾正一下 很多人都會搞 好好好 你看 你跑到台大有沒有很開心 性高 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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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 我是東吳大學 你會被窗逼從我 不要不要不要 引起東吳校有多分 完全突破 你對 你對東吳大學 你對東吳大學 沒有怎麼樣 沒有論文一下 就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 這就覺得你有點歧視的音樂 沒有沒有誰是私立大學 是私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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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就突破 我知道 東吳大學就是日文 會計法律 還可以 在美國私立大學比較好 嗯 誰會也比較好 好啦 那這邊是台灣欸 好不好 你做的所在哪 那個 英國的學校 英國的學校 英國的一個鄉親 沒關係 沒關係 英國的學校 英國的學校什麼學校 英國的學校 英國的學校什麼學校 華威 華威 華威感覺像我們不習班 像衝道班的 沒有就是一個 華威是不是 華威大學 華威 那 你在國外求助之後就回來了 嗯 對 現在在某大一個 上司上過公司上 你跟人講哪裡了對不對 哪個哪個 現在混的還不錯吧 沒有很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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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我的意圖 哈哈 現在生活有沒有什麼 覺得 哪裡缺一塊 沒有啦 對對對 我就在講 你又在講這句話 對不對 我就在埋這個梗 對不對 學霸等級的女生 為什麼沒有梗 為什麼沒有梗 你覺得不是會太挑嗎 你覺得是太挑嗎 你覺得是太挑 你覺得是太挑 就是那種 東吳我就覺得有 東吳的好吵 沒有啦 開玩笑 好 你覺得你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 寫地要幹嘛 他沒有看 我們還是要念大 還要念大使 這太低了吧 他入局百分之百 可是就只要念大使 只要念大使 好 注意啦 你們有念大使 都 哈哈哈哈 這也在 留在是不是 沒有啦 哪個信件的挑選一下 過敏一下 好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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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ocumented